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试的人不是经验丰富 就是有着高等学历 但始终无法打动他的心 直到黑人水哥的出现 让他做出决定 水哥刚从监狱出来 他一心只想及其三份求之被拒的证明 从而领取政府的救济金 老王对水哥这种不思进趣 无所适事的态度非常不满 于是他用激将法 让水哥答应为他工作 并给他一个月的试用期 舒适的豪宅环境让水哥倍感虚荣 水哥也算是比较称职的护工 他学着帮老王洗漱 帮他身体做按摩 穿弹粒丝袜 甚至擦屁股等等 虽然水哥一时难以接受 可当看到身材超棒的秘书 他留了下来 此外 水哥经常忘记老王是个残疾人 当电话响起 随手就递给老王 忙着看女秘书 从而把饭菜背到老王的眼睛上 他会在陪老王看画展时 吐槽他看中的艺术 就像一张喷着鼻血的白纸 也会逗他哈哈大笑 这恰好是老王所喜欢的 他能感受到水哥给他带来的生命的火力 这让他感觉自己被当成正常人对待 他很熟悉 他们开始五话不谈 慢慢建立起了特殊的友情 晚上 老王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喘不过气 水哥悉心的照料 让他镇定下来 并推着他出门 欣赏凌晨四点的巴黎 他叫老王抽烟 抵消痛苦 两人开着恶趣味的玩笑 老王也给水哥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妻子的离开使他一蹶不振 而水哥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 他那么与众不同 幽默风趣 他让自己变得坚强 自此 水哥被正式的录用了 老王有一个和他通信半年的庇佑 水哥看不惯 老王总是写些不切实际的信 于是擅作主张 打通了庇佑的电话 还帮他寄了照片 在老王的生日聚会上 沉闷的谷底音乐让人沉沉欲睡 他上前放了一首流行乐 一下子感染了全场 而老王也真正的感受到了快乐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也拉近了两人心灵的距离 聚会结束后 水哥给老王念了笔友的回信 还约他周六见上一面 约定的日子到了 老王十分紧张 可关键时刻 他却退缩了 他选择了逃避 随后 老王带水哥一起散心 带着他体验了一把滑翔伞 领略从高空俯视大地美景的征服感 本来一切都那么美好 可水哥的弟弟却因为了点事找上了门 他请求水哥帮忙 老王得知水哥复杂的家庭状况 他不能自私地把水哥留在自己身边 他应该有自己追寻的人生 于是老王又请了新的护工 这个看护很专业 但对任何一件事都小心翼的 这反而使老王更加怀念水哥 他整天闷闷不乐 郁郁寡欢 一天夜里 老王又开始呼吸困难 无奈 管家把水哥又请了回来 老友见面 两人都红了眼眶 水哥带老王去飙车 他们来到海边 还玩起了老王的胡子 两人仿佛回到了那段相处的时光 水哥把他打扮的光鲜亮丽 带到餐厅 原来他偷偷地安排了老王与比友的约会 他把老王打破瘫痪的自卑 成功抱得美人贵 而水哥也因为这段经历 得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 看似处不可及 却因为一个际遇得意之急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处不可及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问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